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中视频这个事 之前咱们从平台当中具体的运营规则以及用户端 然后给大家分析过这个事 但是今天咱们综合来说一下 这个视频可能给大家指引一定的方向 当然这个方向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法 如果是刚接触自媒体的朋友 我觉得把这个视频听完往后做的话 你会心里非常有底 因为现在网上环境太浮躁了 有很多人都是每天架着这种比较大的标题形式 然后去讲自媒体收益 怎么提高怎么做这些问题 当然咱们视频以后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倾斜 这个视频也会多一点流量 但是讲的内容不会乱说 因为我看很多平台当中讲的内容都是非常多的 都是乱讲的 它整理的什么四大法则 什么八大标准 像这些乱七八糟的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然后在那里胡说 今天咱们要讲的就是 中视频背后的博弈 这个背后其实涉及到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什么人呢 就是创作者 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当作用户 然后去分析去看问题 去做视频或者怎么样 这个是不对的 咱们本身的立足点就是创作者 包括看这个视频的人 不管你有没有做自媒体 虽然你在看我的视频 但是你不是用户 大家要记住 你说一个创作者是要去做内容的 我们后期是要自己做账号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不懂自媒体 没有接触过 那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不要用纯用户的眼光去责号问题 我们是创作者 创作者呢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是创作内容的人 创作内容就是去做视频 写文章的人 所以说创作的这个内容 它一定是符合自媒体要求的 就是你不能站在用户的角度 去创作内容 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站在用户的角度 去进行创作的 因为做的那些视频 你发现他就跟朋友圈里很常见 就是出去溜达一圈 然后晃晃悠悠的 拿到手机镜头随便拍一拍 或者是一个背景图 然后呢加点文字 这个视频呢就拍完了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或者就是跳一段观察舞 这都是分享给亲戚朋友的 这种视频呢发到朋友圈里的 像这样呢 它肯定不是自媒体内容 大家呢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视频 第二个纬度就是 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讲 发的这个视频之后呢 是要给用户看的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不能站在用户的角度 去创作作品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 就是我们发的作品呢 是给用户看的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 用户喜欢看什么 这个就涉及到了 自媒体的流量 以及话题的问题了 像某个单独的 某一领域当中 什么话题是比较吸引用户的 这个呢 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整理一下 对于自媒体新手来讲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整理之后 你就可以批量的去起标题 或者是针对一些话题 不断的去起标题 然后去对比这些标题的区别 以及那些做的比较好的 人家的那些话题和标题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在总结和整理的 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大的提高 那对于用户一般来讲 用户喜欢的内容 有很多平台呢 是不允许你去发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当然有一些呢 没办法举例子 在视频当中呢 没办法戳出去 说出去视频就发布不了了 所以像这些平台是不允许的 违规的这些内容 大家一定要规避 比如说这个比较典型的 最近遇到的 像动物类解说的这些视频 都是一些培训机构去做的 忽悠人的 那些东西现在是做不了的 像这些类型的视频呢 它很容易出现一些 血腥暴力的一些场景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词 其实呢 也是不应该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 像这种方面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用户喜欢看 但是它不违规 在规则限制之内的 这个其实呢 很容易判断 但是对于新手来讲 平台呢 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有时候呢 一些比较正常的话题 平台也会有一点限制 这个也没有办法 你做的多了之后 平台对你的隆忍度呢 就会比较高 因为刚上来一个账号 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机器审核呢 它是判定不了 你这个人到底 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 是不是来这儿 乱搞的 胡乱发内容的 有一些人呢 它是判定不了的 所以就会比较严格 当你发的多了之后 它就能判定 你这个账号呢 属于一个比较好的账号 有正常的行为 权重呢 也会不断的提高的 那么第三个角色 就是平台 平台在这里边 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 就是平台呢 其实是一个中间商 就是赚差价的 这么一个人 我们作为创作者 发了内容之后 内容呢 是给用户看的 但是我们发到平台上 平台呢 就会给我们钱 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就是广告商投了钱 广告投放之后呢 出现在视频播放的 过程当中 比如说视频当中 插录广告片头片尾 或者是视频下方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平台 当然有不同的这种操作 那么广告产生了 有效的数据之后 广告商呢 肯定要给平台钱 那这个时候呢 平台拿出一部分钱来 当然这一部分呢 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来给到创作者 这个就是我们获取的收益 那用户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用户看了这个视频 有的用户他会点击这个广告 那么看了广告和点击广告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问题 是因为这个费用呢 是来自于广告商的 这个有一些用户看了广告之后呢 点击去买了 比如说买了一个大型的机器 这种器械 或者是联系这个广告商了 那这个广告产生的价值呢 就非常高了 这笔钱呢 就是人家商家赚到了 所以商家就能从里边赚钱 就能盈利 尤其是现在这个实体生意不好做 这种大环境下 线上的这个生意 投放广告呢 就更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收益 对于平台来讲 它就需要的 就是比较好的内容 能够让用户在这个平台当中 多看一会儿 多留存一会儿 多待一会儿 他就能多去看一会儿广告 那多看了广告之后呢 广告商投放的广告展示次数就多了 投的钱就多了 平台获取的收益就多了 那平台自然给创作者的收益呢 也就多了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 内容时长这个事 是不是就引出来了 当你的内容时长越长了之后 这个视频给平台带来的价值呢 就更大了 在国外的话 就是视频如果说超过八分钟 那么平台呢 就会在你的这个视频中间插录广告 中间插录广告呢 就是作为创作者 你多了一个插录广告的收益来源 这个影响呢 其实是挺大的 那在大的这种发展方向上 中视频是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留存用户 让用户在平台当中多待一会儿 多看一会儿视频 因此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视频的时长拉长 这个就是中视频要干的事 所以大家以后要做的话 你往这个方向上去做 肯定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些人呢 他也有疑问 就是视频拉长了 用户看不完就跑了 这个怎么办 这个呢 没办法 你只能增加视频的可观赏性 让用户真正的把视频看完 你的内容呢 就会越做越好 大家往这个方向上去走的话 就会不断的去改进内容 因为你做不好 用户不看 大家明白这个逻辑了 他不是说 在中视频的这种鼓励下 你的视频长了之后呢 它不影响视频的部分完成度 它是影响的 但是影响的过程当中 也是激励大家 把视频的内容越做越好 越来越增加留存时长 越来越能吸引用户 把这个视频看完 所以有的人刚开始呢 就想到了一些技巧 包括很多的一些大话 都在用到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开头 我告诉你 这个视频结尾 我会给你说一个什么事 然后呢 你一定要看完 像这样的一些方法 这个呢 都是在视频当中可以用到的 而且视频的文案也很关键了 它不是说像写论文性质的 我第一段给你讲什么事 第二段讲什么事 第三段给你讲个什么事 这个环节当中呢 是要缓缓相扣的 我给你讲一个什么事 然后引出来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事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再往下去引导 这个是要有一个衔接的过程的 所以视频创作文案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视频时长增长了 才能吸引用户 这个就是中视频真正的背后逻辑 咱们作为创作者呢 需要了解的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在做内容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一分钟到三分钟的视频 创作起来非常简单 不花费时间 你就去做那些东西了 那些东西它是偏离主流自媒体方向的 咱们要做所有自媒体平台 在未来主攻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是正常的中视频内容 不要去沉溺在那个非常短的视频当中了 虽然中视频的概念是一分钟起步的这个视频 但是这个起步的起点太低了 咱们给大家的起点一般一直说的就是五分钟以上 但是其实我的建议是能够做到十分钟左右 这个是最好的 只有五分钟的话 现在你去看竞争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很多人都做这样的一个时长 所以下五分钟的视频的话 平台中也太多了 竞争压力太大 还是说多做一点会更好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点 克林队的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的点赞观众 支持咱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